说人情冷暖 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寒风 夹杂的雪花 无情地打在我的脸上 我把怀中熟睡的女儿抱得更紧一些 心早已结上了厚厚的一层 整整三个月了 我带着女儿四处求学 却没有一个幼儿园愿意接收她 只是因为她是一个聋哑女孩 在我看来 她只是一个听力不好的孩子而已 简单的交流还是可以的 为什么他们非要说她是残疾孩子 不愿意给她一个上学的机会呢 不远处 时节正推着车子 站在雪地里 等着我们娘俩 看到她的一刹那 我心中生起了一丝温暖 幸亏这些年 有她一直在身边帮助我们 不然我和女儿都不知道 怎么度过这两年的时间 怎么样 学校还不接收吗 她看我过来 赶紧放我车子 从我手中接过孩子 嗯 我无奈地回答了一个字 不行的话 我们还是去採联看看吧 也许那边有学校会接收孩子的 时节的声音像一根刺一样 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 我一把 把她从怀中夺下女儿 大声说道 你什么意思 我的女儿是正常孩子 为什么要去残联 以后我的事情不要你管 说着 我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日游 时节不住道歉 好话错尽 我也不愿意再上她的车 好不容易拦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匆忙上车扬长而去 从汽车的后视镜里 我看到了时节 落寞的身影 慢慢消逝在视野里 我的泪水早已打湿了面颊 我就是不能容忍 别人说我的女儿是残疾人 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痛 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了五年前 五年前 我和女儿的爸爸吴浩 在南方的同一家电子厂上班 由于我们都是来自苏北 同一个地区 一来而去 我们就熟了起来 吴浩虽然人长得不是很帅 但个子高大 脸上时常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 总是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在那个远离家乡孤独的岁月里 两个心为了互相取暖 越走越近 终于确定了恋爱关系 第二年 在得到双方父母的一致同意后 我们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我们一直生活得很幸福 特别是家人得知我怀孕后 更是把我当国宝一样照顾着 他们不再让我出去上班 在家中 婆婆也从来不让我做一点家务活 吴浩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我 没有去外地打工 而是在家乡的市区 找了一份工作 每天工作再辛苦 她也要骑摩托车 走上三四十里的路 回家陪我 九个月后我顺利地生下了女儿 女儿长得粉嫩可爱 模样清秀 家中时常传出欢快的笑声 可是随着女儿渐渐长大 我总是感觉她对声音不太敏感 后来我和吴浩带着女儿 去儿童医院做清理筛查 结果出来后 医生说我女儿患有先天性的听力障碍 正常人的听力分贝是在二十五下 而女儿却要在高达九十分贝的声音下 才能够听得到 医生还说 女儿的这种听力障碍将来还会影响她语言的发展 她不可能像正常孩子一样说话交流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吴浩和公婆他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我更是每日以泪洗面 原本幸福快乐的家庭 一夜之间垄上了厚厚的乌云 从那以后 我明显感觉到 婆婆对我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不仅很少帮我照看女儿 对我也是爱搭不理的 有一次过年期间 中学的同学回来了 想在脊镇上搞一次同学见面会 我让婆婆帮我带三女儿 还同学见面会呢 一个只能生残疾小孩的女人 还有什么资格去参加这种活动 婆婆不但没有接过孩子 却还用这样的话语来挖苦我 你说谁呢 我又是气愤又是伤心 眼含泪水的对着婆婆大声的问道 说的就是你 不然还能有谁 婆婆很强势的用手指着我说道 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婆婆凶恶的一面 公公蹲在大门边 不住的吸着嘴里的烟 一句话也没有说 原来人性都是有两面的 慈眉善目与凶神恶煞 只在一念之间 女儿被这突如其来的争吵 吓得直哭 虽然她听得不太清楚 但却看到了我们脸上的怒气 我抱着女儿大步向村外走去 我们来到一座小桥上 我把女儿放在桥堆上做好 面对着她 让她看着我的口型模仿说话 此时的女儿已经满一岁了 正常的孩子有得已能叫爸爸妈妈了 能简单的表达自己的所需 而女儿只会发出啊的声音 别的什么都不会 我让她跟我学发妈的音 她费力的学了起来 终于在恋上二十多遍的时候 女儿能勉强的发出来了 虽然声音很小 发的也不太清晰 但是我还是很激动 抱着女儿喜极而起 从此 我没事的时候呢 就教女儿发音学说话 我想通过我的努力 彻底改变孩子的语言障碍 其实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 不仅要有爱心 更需要耐心 一遍一遍重复着同样的音 孩子的痛苦 我更痛苦 我把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女儿的身上 没有出去赚钱 也不像以前那样关系吴浩了 因为女儿的存在 我们都很内疚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经常以沉默面对彼此 后来吴浩不知道是为了故意躲避我 还是因为工作太忙 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某天我无意间听到了 吴浩与婆婆的对话 才让我对这种感情彻底的失望 原来吴浩在婆婆的催促下 在外面认识了一个女孩 他俩正计划着怎么把我和女儿一脚踢开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孩子才这么小 你们就这么不想管他了吗 我气得不行 冲了过去 直面他们俩 孩子是你生的 以后都你管 我们家可不要这样的孩子 婆婆理直气壮的说 那可是你儿子的种 你怎么知道问题不是出在他身上呢 我的心开始有些崩溃 发怒的怼了回去 啪的一声 婆婆狠狠的打了我一个耳光 嘴里还不停的骂道 你竟敢说我儿子不好 赶紧给我滚多远就滚多远 我用手捂着脸 泪水花花的坠落 我看了吴浩一眼 义无反顾的转身离去 小影 别走 你听我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 吴浩的声音在后面响起 可是我的心早已支离破碎 根本不爱听他解释 半个月后 我和吴浩办了离婚协议 带着女儿彻底的离开了那个不欢迎我们的家 那天 从民政局出来 吴浩一把拉着我说道 小影 我对不起你 其实一切都是我妈的安排 你也知道 我是家中的独子 我 好了 不用说了 祝你早生贵子 我无情的答断了他的话 这个时候 还说这些有用吗 一个男人 没有主见也没有担当 不能护好自己的妻女 要他有什么用 此生缘分已尽 但愿不再相见 我和女儿来到市区 租了一间民房 打了一份民工 独自带着女儿 艰难度日 我没有回娘家寻求帮助 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孩子的未来 我每天除了工作 就是陪女儿 练习说话 近年的女儿 语言与音质 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可以和我进行 简单的交流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时捷走进了我的生活 他是和我租了 同一家房子的房客 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低头不见 抬头不见 慢慢的就熟悉起来 时捷结过一次婚 可是婚后没多久 妻子就在一起车祸中离世了 也没能给他留下一儿半女 他伤心欲绝 独自一人来到市区工作 在一家工厂做水电工 工资还算不错 时捷见我一个人带的女儿 不容易 经常会过来帮助我 慢慢的 我对他竟然有了一丝依赖 而他看我的眼神中 也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有一天 时捷向我表白 说他喜欢我 想和我组织一个家庭 帮我一起照顾孩子 那天我真的很感动 为了时捷的申请 我哭了 可是理智告诉我 我不能答应他 他是一个好人 应该找到更好的伴侣 不能让我和女儿拖累他 可是他却说 我就是他最好的伴侣 依然对我和女儿 像亲人一样的照顾着 两年了 他一直在我身边默默的付出 带给我和女儿许多的欢笑 也许时捷说的是对的 我不该再这样 执拗的与命运抗争 而应该坦然的接受现实 对女儿是一种帮助 对我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第二天 我带着女儿去了残联 为她申请了残疾症 残联工作人员告诉我 说我来得真是时候 正好改成国家 对聋哑儿童的扶持项目 为合适的儿童 捐赠一批人工耳窝 这套人工耳窝 价值20多万 需要动手术 但如果匹配合适 对孩子的语言发展 会有很大的帮助 几乎可以和正常人 一样交流和说话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难道我的女儿 有贴使在帮助吗 我含着泪 毫不犹豫地 调了申请表 三个月后 我接到了残联的通知 说我的女儿 各个方面都符合 人工耳窝 捐赠的条件 让我们做好准备 等候做手术的通知 那天晚上 我抱着女儿 靠在时捷的肩上 哭了好久 女儿的手术很成功 时捷特意请假 陪我一起见证了 女儿的蜕变 残联还帮助我们 联系了康复机构 免费为女儿 做后期的康复训练 由于听力的恢复 女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果然发生了 突飞猛进的变化 除了耳朵与身体上 多两个设备外 和正常的孩子 几乎没什么两样 女儿变得自信了 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而我的生活 也开始迎来了春天 不久后 我就和时捷领了证 我们正计划着 在市区买一套 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某天 我带着女儿逛街 无意中碰到了 吴浩村上的一位 往日的朋友小雪 那时 她是家中代驾的姑娘 我们年龄相仿 我怀孕期间 她经常会去找我玩 我让女儿喊了阿姨 她听到 女儿清脆的声音 简直不敢相信 我把女儿的经历 告诉了她 她突然感慨万千 说当年吴浩和他妈 对我做的那些事 太过分了 不然也不会落得 现在这样的下场 原来 我和女儿离开没多久 吴浩就在他妈的 不断催促下 把那个女人 取进了家门 一年后 他们果然生了个儿子 但很不幸 这个孩子 不但是聋哑人 而且还有肝炎 体质很差 不到两岁就夭折了 我说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么巧 小雪却告诉我 孩子有先天性的 体力障碍 根本问题不在我们 而是吴浩 他有家族遗传 小雪从他爸爸那儿得知 吴浩的奶奶 就是一个聋哑人 当年去世的早 吴浩的妈妈 从来没有见过婆婆 也一直不知道 婆婆的情况 还好 吴浩和他爸爸这一代 都没有被遗传 却没曾想 竟然遗传到了下一代人的身上 怪不得以前 吴浩他妈指责我的时候 他爸总是在那吃着闷烟 不吭称 原来这里面有内情 小雪又说 吴浩后来找的那个女人 隐瞒了自己的病情 她是一位乙肝病毒携带者 怀孕时没有打 母子乙肝阻断针 所以呢就把病毒传给了孩子 又加上孩子早产了两个月 生下来体质一直很差 所以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而那个女人 也被吴浩他妈赶出了家门 吴浩一个人在外面做工 也很少回家 前段时候 小雪看到过他 说他不爱说话了 也朗了很多 我听小雪的讲述后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真是世事难料啊 我和小雪告别时 互相留了电话 没几天我就接到了吴浩的来电 我知道他一定是小雪告诉他的 他说听说女儿能说话了 长得也十分漂亮可爱 他不停地向我道歉 问我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让我们一家人永远地生活在一起 再也不分开 我告诉他我已经有家了 有一个爱我的老公 女儿也有一个十分疼爱他的爸爸 吴浩沉默了许久 才挂了电话 从此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婚姻不是儿戏 一旦缔结 只要风雨同共的 这是一个成年人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 一个女人要有判断能力 要有掌握自己幸福人生的能力 很庆幸我走了出来 遇到了真心爱我的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